今天是2024年5月2日 人稱岳壇小強的阮文安 在較早時突然出了一個post 說自己很無奈地離開香港 去到英國跟自己家人團聚 決定丟掉他們香港所謂的手足 但他除了不覺得不好意思之外 就開了他的Patreon專頁 就叫全世界的手足繼續去資助他 而Patreon資助他的最高等級 甚至要去到五千元以上 大家沒聽錯是五千元一個月 而不是五千元就這樣資助他一次那麼大把 那到底阮文安這次這樣開Patreon 叫人每個月資助他五千多元 算不算是離譜呢 而我們看過往其他人 他們開Patreon資助通常都是設多少錢呢 然後我們又問一問 為什麼阮文安要無緣無故走佬去英國呢 而他走佬去英國最終又會有什麼下場呢 最後我們又跟大家解構一下 跌水成盛的阮文安到底過往出了多少招 去跌一包黃人的水呢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版主的頻道 未訂閱的就訂閱一個 訂閱了的話就給個讚和分享版主的影片出去 支持一下版主的製作 如果不是的話 版主將來出的影片 不單止會沒有人看 甚至將來在Youtube都會搜尋不到的了 首先呢 阮文安是誰 相信就不需要版主詳細介紹了 會考得一分 唱歌又紅不起 拍戲又只是做配角 直到2019年的時候 他高調撐黃 高調撐布 才在黃人身上拿到少少人氣 而版主也相信他是因為這樣 所以一直以來就用黃人 疑事 甚至救世主的身份 去形容自己的 而版主在2022年5月的時候 都曾經出過Post說過他 當時也是因為阮文安 洗黑錢被捕 在判刑之前 他老婆張以文 就拿了錢 走路去了英國 相關的內容 版主就不再詳述了 有興趣可以按右上角 看版主之前的那條影片 動作多多的阮文安 這次又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剛剛 5月2號 10點左右 阮文安在Facebook 突然出了一篇長的鐵文 配了一張黑衣、黑口罩 帶了一個黑色的行李 離開機場的照片 就向所有人宣布 今晚就正式離開香港 前往英國 那邊的長貼文 最主要是說三件事 第一 就是說 去到英國 就所有事情重新開始 還有 就最主要要跟家人團聚 那為什麼去英國呢 剛剛才說了 他太太張以文當年 就拿了錢走路去了英國 相信 現在就是找回太太團聚 而貼文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回應教祖之前 他出的另一個Post 就是說有國安曾經找過他 就說那些國安人員 就問他想不想回大陸發展 如果你想回大陸發展的話 他甚至可以安排 不過就說他19年的時候太囂張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上面才搞你 還說到國安好好的人就說 你出來走都要用錢的 開個價錢給他們 他們研究一下 不要跟錢鬥氣地說 阮文安最後還補充 說國安跟他說 如果阮文安肯幫他們做宣傳的話 還會是一個很大的迴響 他們又舉例說阿布泰都氣暗投名了 聽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 沒錯 在教祖之前 周庭都是說過相類似的說話 在這方面信不信就隨大家了 而他這次的帖文就回應 如果國安經常找他的話 怎麼會不知道他走了 於是他就在帖文宣稱 就說我跟國安說 我是買商情機票的 我是去一去就回來的 還有我有告訴他 我這次去的不是英國 是法國 希望透過這些謊話 就釋除他的疑慮 說真的 如果國安真的好像他說得那麼神通廣大 就已經一早查到你買的單程或商情機票 以及你把機票去哪裡 要你口說才知道 你真的當國安是流的嗎 而第三樣就是整個帖文的重點 也是這次阮民安的鐵文 最想表達的一件事 就是他再次向大家強調 去到英國那邊 所有事情都要重新適應 重新學習 也都未必那麼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於是 就希望大家 可以去他的Patreon 支持一下 每個月課些金 去支持他的生活 當然啦 就這樣聽下去 就好像很輕鬆的 版主又卡進去 就看看阮民安想大家捐的錢給他 就發現 阮民安將Patreon 設定了三個等級 一個叫做黃小隊 105元一個月 第二個叫做金黃小隊 515元一個月 最後一個叫做文安遊樂園 同伴上路戰略夥伴 價錢一升就升10倍 就要去到5110元一個月 那為什麼這麼貴呢 他還寫說 因為呢 戰略計劃主要是讓文安隊長 可以無後顧之憂 去照顧各種原因 而被迫入學的年輕人 為他們減輕入學所帶來的一切經濟壓力 首先呢 版主就不明白他入學是什麼意思 是真是解入讀書還是坐牢 但版主又覺得奇怪 如果讀書的話 就不存在被迫兩個字 而如果他被迫入學的意思是坐牢呢 理論上坐牢也不用付錢香港政府 到底他這個所謂叫做 幫助被迫入學的年輕人 是怎樣幫助呢 而又幫助在哪一方面呢 還是最後又是拿了些錢 自己飲飲食食自己自肥呢 那就是只有他一個才知道 那剛才說到 他開Patreon 就五千多元一個月 那其實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版主當年做片 說爆眼女 離開了香港走路的時候 都是開了一個Patreon 那版主看回當年評論所做的截圖呢 爆眼女聲稱自己爆了一隻眼 給他陰功十倍 他當年呢 最高那個金牙 都是設置265元一個月而已 現在他設到五千多元的話 不是臉財到底又是什麼呢 那其實呢 版主覺得阮文康拿了錢去自肥呢 就不是因為版主純粹不喜歡他才這樣想的 過往呢 阮文康也都有這樣的記錄 版主先不說他2019年開演唱會開不成 但又不肯退款給網民 又或者上年開所有的網上演唱會 然後最後呢 就是給大家一條連結 但是呢 就要收三百多元那些 那些都不算了 相信大家對阮文康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他自稱 要幫助一個被控暴動罪的小妹妹 然後就向大家籌款 最後呢 就被警方發覺他只是拿了些錢吃喝玩樂和賭錢的事件 事源就是阮文康呢 經常在facebook那裡 聲稱呢 有一個叫做A小妹妹的人 就只有19歲而已 但就被控暴動罪 於是呢 就向所有的網民 就以協助這位A小妹妹的名義 就要求大家募捐 捐回來的錢呢 就入到他扣仔的私人戶口那裡 但是呢 最後就被警方發現 原來這個所謂的A小妹妹是虛購的 阮文康總共拿了這幫網民 總共一百萬的捐款 但是呢 其中的幾十萬都已經被他吃喝玩樂 賭錢用了 最後他的太太張以文呢 就把用剩的錢提出來 連夜就走路去了英國 而第二件比較輕微 但都比較有趣的事件 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呢 香港本地出產的即食麵大光麵 因為接受了一些網媒的訪問 就突然之間大受歡迎 阮文康當時都打算吃這一波的流量 就再騙一下他的手足錢 就把18元一匹的大光麵 一轉手 就賣30元一匹給他的手足 他還好意思說呢 扣除成本 有賺的錢呢 又是拿去幫其他的手足的 所以總括而言 相信大家都應該會明白到 阮文康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向大家籌其 表面上就說是幫其他的手足 其他有需要的人 但實質上呢 他最終都是會拿去自肥的 但都是那句啦 人一王老死亡 相信總有人都會落搭 繼續給他錢用的 而同時間呢 板主比較關心的 就不是說那些黃人啊 他的手足啊 會被阮文康騙到多少錢 而是阮文康是之前犯過法 在香港犯過刑事 坐過牢 之後走路去英國的話 到他的BNO到期 他真的要拿英國國籍的時候 他申不申請到梁文康呢 如果申請不到梁文康 入籍不到英國 其實呢 他走路去英國是沒意思的 那相信最終只有兩條路而已 一是就被人遣返回香港 一是呢 就被英國政府送去盧旺達的了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 阮文康最終的結局會是怎樣呢 而又或者 大家對他開Patreon 要求手足捐5,110元一個月給他 又認為合不合理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